中属鱼,你像我这样做,酸甜可口,嘎嘎香,您瞧好了 首先把炒鱼的头给它切开来,一开为二,鱼皮粘着点 鱼肉啊,一定要贴着鱼骨,慢慢往下片 另一侧,也是同样的方法,这样剔的鱼肉特别干净 接下来,刀贴着鱼肉,咱们把大刺剔出 刀倾斜45度角,开始改花刀,一定要改到鱼皮,深度一致 另一侧,也是同样的方法,这种方法改变刀特别的好看 改好刀的鱼肉撒盐,鱼头拍粉,适成油温下锅炸 这个时候,咱们把鱼肉开始拍粉,一定要每个缝隙把粉都拍匀 炸出来才更加光滑,咱们看看效果啊,这个程度正好 鱼头,咱们捞出,油温升至七成热,咱们下入鱼肉 一定要一边下,一边往前推,防止鱼肉变形和烫伤 中火一直炸,炸着金黄酥脆,咱们捞出白盘 另起锅烧油,来点白醋,白糖 番茄酱两勺,再来一勺精盐 最后来少许的清水,中火开始熬 把汁熬得粘稠 来一勺炸鱼的热油,一定要把热油揉到汁里 这样蒙汁的时候才更加光滑,特别的亮 这个程度正好,最后咱们开始交真儿 家人们,如果您在过节的时候给家人做这道菜,一定非常的有面子 兄弟不能陪你走完这一生,但能让你的胃满满六分单 如果您觉得来小厨,交不用心,养戏子,麻烦点点小慧心 感谢您